词曲 李宗盛 微博盛典 众星齐聚 李晨 张兴宇 携手抢劲 赵耳婷自夸好好先生惹人爱 好像有点自恋 黄熙玲首度回应新恋情 大耍太极 谢谢大家的关心 尽管歪博照爆红网络 孙力与时俱进 真诚歪佛娘娘 步步精心续集确定开拍 武器龙称小虎队群演 景言无望 张博之助阵范伟齐各唱 泪洒舞台 大家好 欢迎来到 玻璃一区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餐片 我是小鱼金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谷晓 前段时间呢 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一件 特别的乌龙事件 而这个事件的当事人呢 刚好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东南卫视的主持人赵源 那么接下来呢 马上通过这个片子来看一下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最近有一则社会新闻 登上了娱乐版面 据香港某媒体报道 港大讲师因为恋上内地女明星 要和妻子离婚 令妻子情绪崩溃 对此十岁儿子后再自杀 在香港某媒体制造的这条视频新闻中 未经调查也未经核实 就把矛头指向了福建东南卫视 女主播赵源的身上 声称她就是这起悲剧中的小三 而且还未经同意 就放上赵源的个人照片 这样的举动 让与此事并无关联的赵源 无辜受到牵连 也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更侵犯了赵源的名誉权 好 那我们看到了当事人 我们的好朋友赵源 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其实作为我们两位好同事好朋友 我们其实很想知道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赵源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那个想法很复杂 我觉得从未谋面 从何谈起 就是复未谋面的一家人 而且香港这个地方我没去过 我在微博上也说过了 可是我发现我就是越说 越描越黑的状态 就是我怎么解释 大家都不相信 但是我们是相信 有身边的朋友都会一听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新闻出来了之后 我已经不把它看作 是我单独个人的问题了 我想说一下 这个媒体的良知的问题 不管你处于哪一种位置 新闻自由到任何时候 你都要回归到良知 是吧 我觉得 尊重实质的本身 而且这么恶性的事件 会这样随意的捏造 我认为这是一种 实在是让我很匪夷所思 这个事件第一时间出来了之后 我是理不出头绪来 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当时是报了警 第二天像台领导 也反映了情况 领导一直也都是很力挺 然后发动台里面 所有的主持人 包括我们的同事 还帮我转发 然后支持我 也就是今天上午 把所有的这种 很正面的新闻 全部推出来 所以我觉得 那种正能量 其实是很强大的 所以有一小桌人的 这种捏造 或者说是 他们只是为了抢头条 不管他出于任何心理 像这样的一小桌力量 我觉得他是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的 大家也不要去相信 对 当然通过这个事情 其实后来我也了解到 你也是通过法律的手段 然后来捍卫自己 付出法律 对 其实我不是为了想告导谁 我只是想还媒体一个亲近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平复一下新剧 接下来来看我们的娱乐新闻 首先关注的就是 在北京昨天晚上举行的微博之夜的活动 高调秀恩爱 微博盛典 李晨张新宇 情侣党吸睛 昨晚2012微博之夜在北京举行 吸引到两岸三地众多明星前来捧场 正在热营的一代宗师主演张子怡 一袭白色绿背长裙情形脱俗 51岁的关芝林也不敢示弱 一身大红色连体裤 凸显苗条身材 由于近日北京空气质量不太好 名嘴黄建祥就特意带了一个防御面具登场 让人啼笑皆非 不过对于北京的坏天气 准妈妈姚晨却并不担心 已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她 当天仍然是不辞辛苦的 挺着肚子出来透气 为了在镜头面前美美出现 各路明星都悉心装扮 不过有造型就不如有话题 来得吸引眼球 年轻一直不配看好的李晨张新宇 昨晚就再度携手亮相红砍 让在场记者美光灯闪着不停 红砍上李晨张新宇高调秀恩爱 而当晚两人也因为恋情备受关注 获得年度最顺关注情侣奖 天长李晨也是仅仅牵着张新宇的手 一同上排领奖 此时不够我也想问一下新宇宇 你是什么心情 没关系 上天没有给我们一段风顺 但我们选择 夫女坚强 一起努力 小弟弟平 阳光总在逢雨后 高调秀恩爱 赵又廷自夸 好好先生 惹仁爱 赵又廷和高媛媛的姐弟恋 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最近赵又廷为偶像 肖黄旗新端级同名主打歌 好好先生 义务拍摄MV 他更自夸自己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一位好好先生 并自行满满地称 女友高媛媛也对自己十分满意 不然怎么会走到一起呢 我真的觉得我还蛮好的吧 就是这样讲好像有点自恋 不过我真的觉得就 男生应该就是要这样 让对女生温柔一点 付出多一点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认同的 你远远要认着吗 远远啊 远远啊 我不知道我应该吧 要不然 我想他应该觉得我蛮好的 要不然 小弟弟平 赵又廷甜蜜的像个小男人 高调秀恩爱 柯震东生病 向二璇大方关心 同样也是姐弟恋 爱的也很高调甜蜜的 还有向二璇和柯震东 不过日前 柯震东参加某节目时 表示向二璇不会永远是自己的女神 让Alva稍有不悦 因为这种报道出入性 所以给大家就娱乐笑笑就好了 还好是姐弟恋 小二璇够大肚够包容 不仅没有生气 还很关心柯震东 最近在大陆拍戏的柯震东 12日在微博上透露 因为工作太累 自己感冒拉肚子 身体状况急煞 被问起有没有对男友表示关心 Alva就娇羞地对着镜头 向男友送祝福 感觉好甜蜜 祝我一早日康复啊 赶快吃那个 那个叫什么 肠胃露露 她最近工作很好 不太关心 我也要被关心啊 我也很忙 你们都不关心我 一直问我 这些问题 那汉天综合报道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 Alva小岸轩和柯震东呢 一开始他们的恋情 还是互相的回避 到现在呢 两个人有点承认了 看来这个恋情 离修成更是不远 真的是恭喜她 我觉得就像贾乃亮 有一次我给她聊天 她就是说有爱 真的要善意表达出来 确认一下 聊天的时候 离俩没干吗 没干 没干 但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她真的是很爱小鹿 通过所有的 你就可以看到 她对小鹿的那种爱和表示 而且其实在演艺圈 很多人会说 这些明星碰到感情问题 会打太极 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原因 他们都不愿意亲自说什么 或者不愿意公开 还有很多可能会有 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才会打太极什么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演艺圈里面的太极公司 感情问题握耍太极 王兴玲首度回应新恋情 小周末王兴玲 林俊杰 罗志祥 张绍涵 平安 并由于晨庆压周的 拼盘演唱会 在温州举行 对于最近 王兴玲和姚元浩的恋情浮出水面 因此王兴玲 当晚暂时成为重心的焦点 不过王兴玲 对于这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 却三尖其口 爱情是不易 爱情是不易 其实还是会以工作为主 然后其他的部分 就顺体自然 无论记者是旁敲射击 还是单刀直如问恋情 王兴玲就像之前 培训过的一样 对于有关恋情的任何问题 都选择了打太极 其实我觉得在2012年 我很感恩很多事情 谢谢大家的关心 感情话题 我耍太极 星际事后杨姨 必谈姐弟恋 最近刚刚被封TVB事后的杨姨 也是春风得意 而她和绯闻男友 罗仲谦的姐弟恋 也更加为人关注 外界十分关心的是 男友赠予杨姨 什么样的礼物呢 那拿了事后之后 男友有点 其实我觉得拿到这个奖 在大陆那么多明星当中感受最火的 那真的是不容易 这人不是别人 那这个子言一出呢 她自己也感到有点说出话了 后来经纪人赶紧出来辟调说 因为呢 孙丽昨天是落短了 脖子有点歪歪的 而且呢 说这个血液循环不过来 人家脑瘸痒 所以才会这样说 说错话了 对不对 不是 我觉得这个解释 有点牵强 但是他们都说嘛 孙丽刚生过孩子 不是说生完孩子的女儿 傻三年吗 可能这真的是有原因 就身边同事也会啊 就生完孩子 好像很多 机型微差 然后不然就冒出去 让人很意想不到的话 但是这些也挺好笑的了 当然了 说到火的 孙丽还真的是挺火的 这种火的 这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没错 所以这个甄嬛火了之后 很多人就期待着续集 但是最近回应说 没有续集的 很多人很失望 但丝毫失望 孙丽否认甄嬛拍续集 前不久 一组歪博卡偷偷向爆红网络 而在昨天微博之夜的红毯上 我们的甄嬛孙丽 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歪博娘娘 因为她落枕了 落枕了 所以啊 为了美丽再痛也忍着 看来娘娘在公众面前 还得要顾全皇家的脸面 2012年对于孙丽而言 无疑是飞跃的一年 电视剧《甄嬛传》的热播 让孙丽的人气再度爆棚 从大陆火到搞二台 日前更是盛传 《甄嬛传》将要拍摄 续集的消息 不过对此 孙丽就予以否认 其实我之前会过导演 导演 据我知道 好像 最近没有这样的感情 因为我知道 《甄嬛传》要拍续集 只有《甄嬛传》 再来我成立 粉丝好失望 吴奇隆称 小虎队巡演 惊言无望 虽然《甄嬛传》暂时 不会拍续集 但是另外一部热播剧 目前就确定 要开拍第二部 那就是吴奇隆主演的 《步步惊星2》 《步步惊星2》 现在是确定会拍的 然后 而且 应该会不会拍 因为 就是我新的拍的戏 拍完之后 马上就会开始 所以你看了 他干什么样的 当然是 除了《步步惊星2》的消息外 之前一直盛传 小虎队出道25周年 巡回演唱会 也迟迟没有动静 在昨天的微博盛典后台 吴奇隆就给出了明确答复 今年 巡演无望 现在的这个问题 到底是卡在哪里 你进行的下期 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 其实 我们 是上个月 上个月 接到的消息 是今年 已经做不了 所以 希望说 可能 能够明年 把时间 预理得下 2013年 多顾的时间是吗 今年应该是没有 第三个应该很期待的 这个会有成员上的意愿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 何凡天 综合报道 暖黄吗 欠 挺暖黄的欠 你知道我昨天在网上就看到 那个我们的好朋友 戴交欠的消息 看到说 他和吴奇隆两个人 就很清楚 我好替他高兴 因为我们和戴交欠都很熟 然后知道这个女生 特别特别的用心工作 特别刻苦 而且他自己对待这个爱情 有很大的憧憬 我觉得两个人 他们在一起 真的还蛮般配 尤其是昨天这组照片出来 感觉真的是吓得 其实真的会成为一对的感觉 就很温馨 所以说我们作为朋友的人 一定要力挺他 交欠要加油 加油 你是否要说 在一起 在一起 好了好了 别八卦了 也许人家只是拍戏 或者出去场合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好朋友 同样是在娱乐圈里面 有很多的友情帮 张博之这次为 范尾记站台 娱乐圈友情帮 张博之助阵范尾记各唱 泪洒舞台 穿着红色条纹西装外套 张博之出席好友 范尾记香港演唱会 男人在台上合唱歌曲 不过这首歌 张博之似乎越唱越有感触 人在舞台相拥 范尾记从头到尾 还紧握张博之的手 因为自从张博之离婚后 一举一动都让他好心疼 原因是因为前年五月 张博之参加范范的婚礼 隔天访岗时 张博之跟陈万希 在飞机上破冰合照 导致婚变 如今独生一人带着两个孩子 张博之的失婚状态 自然让好友心痛 游乐圈友情帮 潘伟博判黑人范范介绍女友 33岁依旧单身的潘伟博 眼瞅着身边的好友 一个个都走入婚姻殿堂 心里不免有点着急 因为自己的真命天女 至今还会嫁到 昨天在香港举行 新专辑签唱会的潘伟博 就直接希望好友黑人 齐范范能为自己介绍对象 应该说他们其实还蛮关注 我的交友状况 或是我的有没有女朋友 有没有想结婚 所以他们还蛮激奇地 帮我去介绍异性 所以顺其自然吧 我黑人的眼光应该不错 应该选了范范 那我相信范范包的眼光 应该也会不错 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 应该会帮我选到 一个不错的对象 把走我的第一道门槛 都交给黑人和范范把关 看来还算和这小两口 矫情很不错呀 终于问到理想女神的条件时 他就表示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 我觉得 说真的 真的只要台湾来就好了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说 但最好是有自己的工作 最好是自己工作 然后 而且我比较爱自由 所以如果他不要管我 那么多 那是最好 小编点评 如果不想被束缚 宽帅 你还是单身吧 乐凡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 玻璃区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 乐凡天 我是小鱼金城 大家好 我是独小 下半节给大家分享 一件好的事情 就是讲了这个潘长江 你知道吗 他现在换身份了 换成了老爷 他家女儿 不是产了一个女男孩吗 完了之后 他就给这个男孩取名字 因为他这个女婿是姓石 他真的很有幽默 他给小孩起名字叫做 实在人 实在美 实在好 就好踏实的名字 实在富 实在高 实在帅 都可以 对不对 体现了他这个美好的愿望 而且以后我觉得 他应该不要再唱 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 他应该唱 老爷们前一条弯弯的河 已经生辈分了 对不对 没错 刚刚讲的说 第一次当老爷 肯定很兴奋 接下来讲到的这个人 他也是第一次 他第一次当导演 讲的就是郭继鸣 看起来 经纪导演 我有料 杨幂夸 郭继鸣是好导演 三周六电影小时代 在上海某大学拍摄 杨幂 柯震东 郭彩杰 都以一身轻冲效服的造型 在片场亮相 这回头一招 做导演的郭继鸣 也是十分敬业 谈到郭继鸣的导演水平 女号杨幂 可是赞不绝口 他当导演 真的是非常专业 而且看不出来 是第一次当导演 我们曾经有过一天 只拍一个镜头 所以这就是 吓到我们的地方 就是非常的专业 就是很不像 是第一次当导演的导演 也许正是因为 指导自己的作品 郭继鸣做起导演来 有些意思不苟 这回转行做导演 让郭继鸣的事业版图 更加扩大 不过他表示 自己不会放弃写作 而转行做导演 写作依然是自己的主业 导演则是有机会才上 因为我很喜欢写东西 所以小时候不会停下来 我还是会继续写 那导演这方面 其实这次尝试对我来说 我也觉得很开心 他也是个很新鲜的东西 我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 但是也不会说 立刻就 以后就一直做导演 或者就变成这个主业 我觉得还是要看 有没有适合的机会 如果有适合的题材 应该也会继续做 但是就是随意 不会强求 经纪导演我有料 黄渤叫板学生 自导自演微电影 一部电影太久 疯狂吸睛12亿 一部电视剧 民兵葛儿旦 在各地保持收拾冠军 2012年的黄渤 可谓是站着大屏幕和小屏幕 而这还不算完 最近由他自导自演的微电影 也已经正式上线 尽管这并不是 他的导演春女作 但这次神尖树枝的黄渤拍电影 就是为了向好友 徐珍导演叫板 为什么导这篇呢 因为最近有个片段还挺多的 票房很好 叫泰泉 大家看过没 导演是徐珍 导演是徐珍 他现在有点兴奋 拍这些小片子 就是被了报告他 但导演也没错 这次自导自演的黄渤 不但在影片中亮了一下嗓 更是演唱了电影的片尾曲《不醉》 而对于黄岛来说 这不过是小事牛刀罢了 我看您没电影里也唱了那个《嘴都要爱》 就不知道您生活中 奇迹的一个色彩的歌 中华曲库 对 就是别人很讨厌 我一般不点歌 都别人点 别人随便点什么 我都可以唱 看长什么曲风呢 看喝到什么程度 原本就是歌手出身的黄渤 唱歌自然是不在话下 但当被记者问起两位好友 徐珍和王宝强的歌迹如何时 自身是中华曲库的他 可就毫不客气的 奚落了一下两人 他们唱歌怎么办 那个唱歌你 反正说是唱歌也行 你喜欢他唱歌吗 谁保佳 没事找那最受的 大家都这么说 徐珍也是这么说的 就徐珍说谁保佳 我刚才说的就徐珍说的 你徐珍唱歌了 徐珍唱歌 我玩也都挺好的 说个别的 文凡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游区娱乐 显微镜环节 在这个环节当中 只要您答对问题 就有机会拿到大奖了 昨天我们正确答案就是海星了 恭喜一下的微博网友 获得玻璃游区所提供大礼包一份 还有呢 就是粉丝网所举办的 许松不插电 长沙演唱会门票四张了 是的 马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那个手牵手的两个人是谁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们俩 不是哦 好 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呢 除了可以得到玻璃游区提供的大礼包一份之外 另外还继续送上 就是由粉丝网主办的 我们许松长沙不插电的演唱会 希望大家赶快来解体了 是的